年輕力量撐公投 最近在幾間大學都可能見過這個鳥籠 知不知道它背後有什麼意思呢? 跟很多大學生一樣 可能原本對政治莫不關心 直至反骨貼運動出現 對自己手上一票的力量是很灰心的 我不認為自己一票可以改變社會什麼 反骨貼運動入面是一個啟蒙 原來群眾的參與是有力量的 她和朋友組成大專撐公投聯盟 在網上宣傳公投 經常聽大人說 我們要做未來的棟梁、未來的主人用 為什麼我們不今天就做主人用 今天就做棟梁呢? Jacky只是大公仔一名 但政府偷偷看獻 清拆尖沙咀碼頭巴士站 令她意識到普選公投的重要性 開獻內容就是在這個位置 建一個迴旋柱 原來就是要把兩條車路封掉 然後我們才議會得到 就是為了要去拆巴士總站 改造一個政府說可以吸引遊客的路天廣場 做旅遊的Jacky認為 拆巴士站不單止幫不了旅遊業 更加令香港少了個景點 搞成這樣 都是因為功能組別 根本反應不到業界聲音 這個特區政府 不論是立法會好 甚至乎是特首好 是由全香港人一人一票產生的話 我很相信 剛才說一個卑鄙無私下流戰界的情況 是絕對不會發生